是什么样的配合让电击A速3高喊我们是电击飞法四黑卡组队 首先咱们先来看队局 最后咱们再看 就算开局穿伞并没有拿一刀 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吧 因为看探员这个角色潜体潜质能力本来都不够 就算选中场肯定也不会直接修中场的 就像我有时候阵容太脆 我一个心理学家必须选中场的时候 开局也会拉点到其他地方进行修机的 就是一点的求生开局又防备心理 这不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觉得这里是非常合理的 然后我想说一下我对电击非法卡四黑这个 重复的认知 本身上了期间之后不能四黑 双排所以就会碰到一件很奇怪的路人 那些小带 为了帮老板提高胜率 为了提高上分的效率 同样会进行一些非法组队 非法卡四黑的这种行为 那问题就在于我们根本就不是小带 打的就是自己的号 而且以我这个人的交近能力来说 在这初我能四黑的时候我都凑不起四黑 我现在我还搞上卡四黑了 狗要记得完一样的让我玩上了 一张狗笑得有一点 非无人格玩玩 追打卡四黑 生日只有三十五 就有一种被侮辱了的感觉 因为苏散这么说话突然让我想到了我自己 主要是我打不过的屠夫 不是开挂就是小带 第五人格打多了 总有一种莫名的呼吸 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因为苏散这种屠夫 我只能说是混子杀手了 但是不能靠前脸 偷断力道是很难刷脸的 完全就是一个索地鞋 你说刚好 这个看条眼也不是混的 是个非常正常的天气 正常选手水平 难道难道不正常吗 刚刚成织有挺不错的 倒地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三台了 因为我电机被干扰了 用病冷身休息比较慢 我们两个电机都休不完 但是用病就你应该直接去救人呀 他只要卡半把这个看条眼就像 不算吃霜的 我跟你说这台电机都能开外 但是他偏偏不去救就可以忍了 非要去把这个电机开外了 他才去救就可以忍了 他要等屠夫来了 他不会打拦截了 就是说顶着压力 他护臂高人在两场 就是他打护臂把人救了一个形象 他叫磨磨蹭蹭 想要过半了 就是看慢点 觉得如果我们这种是卡死黑的话 会把这种选手卡进来 因为你卡半分之后 就把这个斯林卡米这样的局 你非得卡半分之后 当然我不是骂这个佣兵的意思吗 单纯嘴一下他 我总的来说 这把就是我 还有这个佣兵 我们两个打得跟屎一样 然后我和这个佣兵 还有这个穿穿的配合 打得稀碎 对不到为啥 这个苏三女能看出来 我们是卡死黑的 我觉得他有点气 他有点气 为什么就说打不过这两个混子呢 看他一面形成有三块鞋铁 然后就愿命 往那一站 往那一卡 是吧 对 我是准备转场休息的 我去报人 结果我 往那一站 所有我们说的 好吧 电机不够了 这是小女孩的实现操作 来吧 可以遇到 嘴一到也不是替肝兵 也要扛的 你倒是帮助你苏三个个 找回自信心的 就算哥哥你放心 你这吧 还有个小碗 好啊 树银还不一定呢 对吧 我直接传送过来 往坎坎原身上一坐 帮你们看看 我有什么用 给你们看看 洗到坎坎原身上了之后 这个坎坎原身上了之后 这个坎坎原身上了之后 好啊 别人夸 最近位置 已经交了三块儿子铁了 所以说 坎坎是个白板 你交块儿树银 这坎坎被吸魂了 所以说这个树银 你要说有用吧 还有用 你要说没用吧 我这里保安派了虾线扛刀了 结果发现 哎 人家有飞银 我说扛个鸡 就这配合你呢 看得出来是似黑 说实话 这把没有这个用病 没有过小碗 好啊 这个坎坎原自己也能流起来 如果用病那样不送二期约的话 坎坎原全职牙力会更小 我觉得他会全职的更好 他慢来救啊 他有护臂 他不弹护臂 他就非得被吸魂 其实这里也能直接救的 但是他发呆了 他呆住了 所以是救不下来了 我就想请问 我就想请问 哪里有配合可以原案 你们就看我的视角跟随了 根本就没有报友 有活着的打算 虽然我和这个暂记 开门有联麦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预判到这个佣兵 他救不下来人 你当时就想着 反正摔机摸偶了 我会找到这一家里 我会找到这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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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